小米球我們今天要講什麼故事 神奇的種子 對 你看這裡有各式各樣不同的種子 你知道牠們是什麼種子嗎 沒有 是小 小仙女 牠也是有點像小仙女對不對 這些種子呢 都會發芽長大 變成什麼 植物喔 因為牠是小仙女 小仙女幫忙播種 把這些種子散落在各地 我們來看看這個故事 神奇的種子 女孩心裡有一個希望 希望有一天能住在像圖畫一樣美麗的地方 牠現在住的地方不漂亮對不對 沒有綠色的東西 沒有紅色的東西 全部都是黃層層的一片 圖黃色的 看起來讓人家心情好不好 對不對 心情很郁悶 牠每天都在尋找一粒神奇的種子 聽說每一粒種子都有一個希望 可是只有神奇的種子才能實現美麗的願望 牠在找尋了一顆種子 牠找到了嗎 什麼樣的種子才是神奇的種子呢 女孩每天種下不同的種子 有大的小的 有尖的圓的 有扁的長的 有奇形怪狀的 各種不同的種子 牠都把它埋在土裡面 所以 種子需要有一個家 土壤才可以成長 對不對 大的種子有大大的希望 小的種子有小小的希望 尖的種子有尖尖的希望 圓的種子有圓圓的希望 扁的種子有扁扁的希望 長的種子有長長的希望 每一顆種子都帶著不同的希望 風吹來的種子有飛上天的希望 河水飄來的種子有出海探險的希望 嘴裡吐出來的種子有甜蜜蜜的希望 那不是你嗎 你每天早上吃水果都會吐出櫻桃的種子 對不對 對 撿到的種子有意想不到的希望 現在沒有因為Bobby幫我弄出了 對Bobby幫你把種子挑掉 有的種子叫做果實 有的種子叫做水果 有的種子叫做豆豆 有的種子可以吃 有的種子可以玩 你看各種不同的種子喔 牠們都有不同的功能 種在土裡的每一粒種子發芽了 長出不同形狀的葉子 有大葉子小葉子 有尖的葉子 圓的葉子 長的葉子 有毛的葉子 有刺的葉子 所以種子所種出來的植物 牠們都不會一樣耶 牠們不同的種子就有不同的植物 牠們的葉片也不同 有的是圓邊的 有的是尖尖的 然後有的長毛 有的有刺 種子只會長葉子 像刺蜜 像刺蜜有點像 你摸了以後可能會割傷手指頭 種子只會長葉子嗎 女孩有一點失望啊 牠想要什麼 牠想要果實嗎 小苗越長越高 葉子越來越多 有的長成大樹 有的長成小草 長成不同形狀的植物 有的高 有的矮 有的會開花 有的只長葉 所以牠埋下的那些種子都發芽 長出來了耶 好壯觀喔 下雨的時候花卸了 刮蜂的時候葉落了 花吸引蜜蜂和蝴蝶 嫩葉是毛蟲的食物 鳥兒來做窩 松鼠來爬樹 女孩也來尋找牠的願望 所以牠種下這些種子 哇 為這個大地帶來了很多很多的希望喔 然後讓松鼠鳥都有了家 對不對 牠看到風在樹林間吹 雨落在樹葉上 花兒像著陽光 到處有蟲鳴 有鳥叫 有蔬菜有水果 有香花有小草 啊 這裡真像圖畫一樣美麗啊 你看 種子發芽以後 有各種不同顏色的植物啊 花朵啊 果實 都長出來了 還有蔬菜 是不是很漂亮 你看相較於剛開始的時候 這裡一片瓶擠 什麼都沒有 黃沉沉的 然後現在呢 有各種的顏色了 原來有種子就有植物 有植物就有希望 有希望的地方 就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地方 神奇的是 種下種子 美麗都能夠長出更多同樣的種子 帶來更多更美麗的希望喔 好啦這本就是神奇的種子 結束了 結束了